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准备和大家做一个 酱爆鸡煲 鸡煲, 我想很多人都吃过 但是鸡煲有很多种 是 有 濕的、干的 有那个时候 我初初接触这一样东西 就是叫做深圳鸡煲 就是在深圳那里就 先吃过鸡 然后再加汤 就是吃火锅 其实我说真的 后来吃火锅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和今天 今天这个我就不是做那个 就是不是做那个 就是深圳那里有点麻辣 其实麻辣那里我家也吃过 那今天我就做第二个 这个就是广东式的 广东式 那其实坦白说 就算什么鸡煲也好 最主要是那个酱 那做法也是大同小异的 那如果 那今天呢 我先有个鸡 嗯 那这里我有半个多点 因为每个呢 我做的时候 每个都说做多一点 那我半个鸡 就再拌多一只鸡 那这个是新鲜鸡 新鲜鸡 新鲜鸡 另外呢 那这个 拿个筷子给我 好的 那里面有 干葱头 嗯 蒜头 嗯 那这个是紫洋葱 紫洋葱 那这个是那个 荊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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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看到 其实那个材料都比较多些 但是呢我想问 啊唱歌 荊葱呢 因为我自己有空都会买回家 那我今天见你就是用它 白色的部分 是 那是不是绿色那些你不会用的 我今天 我喜欢整条这样切下去都可以 其实大部分 荊葱的人都会吃那个 就是白色 白色那里 为主 那大家看到了 那接着还有什么呢 这一个酱 那 酱爆鸡煲就是这个酱 那是什么酱 这个酱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酱里面有 一汤匙的 豉油 没有豉油 不是豉油 里面有一汤匙的 甜酱 甜酱 或者海鲜酱也可以 嗯 第二呢 就是有个半汤匙的柱喉酱 就是炖牛腩 甜酱 还有这一个一汤匙的豆瓣酱 我拌匀了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做 你说深圳的那些鸡煲 那些是麻辣 那些其实都是这个酱饺 但是当然不是甜酱 就是豆瓣酱 豆瓣酱 蠔油 花椒呢 是否要加花椒 要 花椒 豆瓣酱 还有有些 如果你现成的有些麻辣酱 是 其实那三个酱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咸 就加少糖的味道 是 如果你没有那个麻辣酱 就是我说 不是今天做这个 是 那个你就找些花椒 花椒是 现在这段时间就爆了 爆它 好了 第一时间 我们先爆爆料头 爆料头我们就不要太大火 不要太大火 那我们先下了那个蒜头 还有这个干葱头 干葱头 是的 慢慢爆它 很香 是 一爆料头就会香 不要大火 不要大火 很厉害 不要大火 这里大概 你看到每一样材料 有少少焦香 那就可以了 一会儿这个 我要拿起它 是 即是你可以先准备一只碟 给我 这个 是的 一只碟给我 那我要爆一下 这个真的不用大火 慢慢放才能够 很香 这个锅真的很容易 多谢Asmond 这个锅真的很容易 真的不是说话 真的很多谢Asmond 谢谢 他一路都有支持我们 可以煮到这个 我们可以煮到这个 这么多只鸡 这么多鸡 鸡煮 对吧 如果上次那个锅 一半 就不会加一只鸡腿 今天再加一只鸡腿 是不是 这些已经很香了 对 好了 那不要弄太久了 其实可以了 阿昌哥你买的蒜头也很好吃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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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下洋葱 其实这段时间 我应该加一片姜 加两片姜 那你今天没有 因为来到才知道Ben 这儿没有 我想有 那没办法 加少一点姜 也不要緊 筋葱也不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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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慢慢爆香 想一下 这些洋葱没事的 这个是紫洋葱 比较好 白色的那些才好 我突然想起 加燕姐 为什么我流眼泪 还是要慢火 弄火爆香 我眼前了 没有 这个 我切的时候 你们都没说 最靠是切 不要说洋葱 就算葱头 干葱头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但是紫洋葱比白洋葱好 是 那这个我又当它爆香了 那我带一点点 好了 那我又做了那个 阿昌哥一抛我 阿菊就会叫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下 接着怎么样 鸡了 鸡我们用完锅 其实如果用热锅 我们都不再加油了 吃得健康一点 但是就让锅热一点 嗯哼 那这个鸡我用什么呢 用了一点 有点生粉 豉油 豉油 酒 胡椒粉 嗯 这样做个底味 其实在砖液上已经说完了 那跟平时一样 嗯 把鸡放进去 铺平它 这个也可以 这个可以收 这个还要吗 这个要用 这个要用 铺平它 我们煎了一面 煎了焦香一面 那尽量可以 虽然多鸡 就很难处理 那我们尽量 可以把鸡皮那边翻下去 要不然鸡皮那边会出油 哦 那就不用用油 明白 煎了一面 现在做这个鸡皮 做这个鸡皮 有点干净 就得干净 有点干净 做这个鸡皮 好 那看一下这边 少許, 反轉另一邊 很香 可以, 一會兒更香… 雞就要稍微煎久一點 兩邊大概煎到它 其實大概多久時間 我想也要兩分…兩三分鐘 因為雞都多了 而且你看, 不需要煮熟了 這裡一會兒更會煮 因為待會還要放在玻璃裡 對 那現在這段時間 現在其實應該可以再煮熟一點 是不是焗火 是不是要大火一點 最大了 加少許油, 看起來好像乾了一點 我們看煮的食物也是 一邊看食物的變化 多加大約一茶匙油 嗯哼 好 好, 大味道 我去焗一下 好 可能火不夠力 我去焗一下 剛才我提到這個醬 其實這個醬還有很多變化 是 有些師兄在網上我看過 他們這個醬用什麼呢 一樣是甜醬 但他們加這個南乳 甚至乎有一個是加了少許的 南乳再加了少許的 蠔油 不是蠔油 讓我試一下 豆瓣醬 豆瓣醬是那類的 南乳 變成那個醬 它加了少許的花生醬 對了 那個感覺就變成第二個感覺 其實煮也是這樣做的 但是一直會有 那加了花生醬會比較偏甜 也會的 就是另外一種味道 坦白說我是沒有煮過的 但是深圳加了辣麻辣的 你也吃過 是… 那個我煮過 好了 接著我們放剛才的材料 嗯 京蔥要不要加 暫時還沒有 好 好, 那就拌勻 拌勻 拌勻 這個是什麼呢? 灑灑酒 這個是紹興酒 對, 灑灑酒 對 今天我想我們的汽油不夠 是嗎? 不夠力嗎? 對 對, 不夠力 所以再煮 好了 這樣 加了之後 我們就加了這個 這個醬 這個醬 好, 下去了 嗯 這樣 拌勻 嗯 嗯 就要拌勻 不用怕 這麼大的鑊 沒事的 很自然 就叫喉 自然動作 好 Sara, 不要吹得那麼行 因為火不夠力 噢 吹到後面, 不要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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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火腥不夠力 那最後呢 你聞到了嗎? 聞到了 那最後呢 就加了京蔥 好 這樣吧 京蔥是最後加的 其實應該有香味 其實 拌勻 嗯 那在這段時間 需要什麼? 就 雞就應該差不多了 嗯 那麼 當然現在可以上碟 是 但是今天說的是什麼? 煲 煲, 脹爆雞煲 這個煲要上火 對, 上火 對… 如果在家裡 我就會把它弄好 放進去 這樣呢 放一隻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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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放一隻碟 放一隻碟 即是說燒好 但這裡就沒有了 因為燒好 燒出來也冷了 對, 沒錯 拿一個鍋 當然好看 第二 如果冬天那時候 怎樣? 可以打火鍋 冬天那時候 最主要是保暖 補得久一點 煲仔的意思就是這樣 保暖補得久一點 對, 保暖補得久一點 最後, 現在應該要看熱味 先煲 是否要用這個 如果我想加湯底去火鍋 用甚麼湯底會好呢? 其實用那些… 如果你現成就用那些… 青雞湯 青雞湯 小雲生青雞湯 對 加水也可以, 不過就沒有… 加水也可以 但就會變淡了 就會變淡了 希望這個火鍋 就行了 不用用這個? 不用 不用 用這個慢慢減就行了 如果你不喜歡用鍋 那就麻煩了 你就不放鍋 上碟就可以了 這樣上碟就可以了 如果用鍋 我們就可以… 用鍋就可以在這段時間 加多一點紅油 然後烤一烤 不用多, 一湯匙多的豆 好 用來調一調味 加了紅油之後就撈均勻 怕不怕它黏底? 會有一點, 你喜歡 怕的就在那裡 在那裡… 現在不是大火? 應該比較小火 因為… 雅鍋的特性就是慢熱 但又熱得久 這就是鍋仔的… 為何人喜歡吃鍋仔的原因 還有一點, 如果你想… 有些朋友喜歡吃九層塔 對, 如果剛才不加京蔥 那時候加九層塔 對, 那就可以… 香味很厲害 對, 看你喜歡哪一種 我叫醬爆雞煲 這樣就完成了 嘗嘗 拿兩碗飯就最好了 好 還有喝啤酒 拿兩碗飯… 是不是送啤酒最好? 也可以, 送啤酒, 送飯 如果要吃的話 可以吃兩碗飯 嗯 好了, 醬爆雞煲 有個炸炸聲的醬爆雞煲 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 耶 耶